小伙伴们 听说游戏bug修复了 所以继续咱们的神器生存了 哎呦 果然可以了 这个震天动地锤效果又能正常使用了 哦对了 还有其他神器也来试试看 先试一下这个碎石断铁长枪 也是没问题的哦 小师弟 你现在扔掉你身上的快速闪电锚 和藤云加物叉 还有收剂魔法棒 这三个一使用 整个插剑包就都会失效 啊 这么吓人的吗 那我赶紧来扔到岩浆里吧 不过奇怪了 我快捷栏里的快速闪电锚 和藤云加物叉都不见了 不见了更好 免得你待会收剑就实用了 那就被吹了 然后还有一个疑问 我本来适合你在大本营上面的呀 怎么就在下面了 现在没有那两个可以瞬移的神器 要上都上不了了 你就不要上来了 反正咱们也要出发去其他地方探索了 不能用神器瞬移上来 那个稍后就搭建一条可以上下的阶梯呗 可是我得上去整理材料啊 我有办法了 他们上面不是有安装的传送舱吗 我到仓库取个传送卷轴 然后再用卷轴传送回出生点 再通过这边的传送舱 就可以回到火山大本营了 老板你可真土豪 别玩了 咱们就打一个沙虫boss 还很缺星星的 你这么败家 很快就消化完了 知道了知道了 别叨叨了 雨时生那做鸡的家伙 咱们不是还没打吗 先去干掉他不就有星星了吗 我花一个星星就可以回到本营 我觉得还算值得 回来了就赶紧整理材料吧 然后准备出发啦 就按照你说的 先去与临打雨时生 我先来把这里记录为家的位置吧 下次回来就更加方便了 东西整理好后 我和大师兄准备离开大本营了 好家伙 就这样跳下去 待会连命都没了 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格式有二段跳的人 才能安全着陆 傻子才学你呢 像我这样 起场小飞鼠滑翔它不香吗 目测可以直接划出火山的节奏哦 大哥 离开火山之前 我还得去火山外围搭建一个平台 看过咱们三个生存地图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我要干嘛吧 给虚空弄个站脚的呗 用脚趾头都想得出啦 好啦 我降落等你弄好 我已经定位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平台 搭建在三个格子高的高度 后面虚空第二形态 就会站在这个平台上 下面两个高度的空间 刚好可以让咱们自由活动 用能量键应该就能轻松怼到它了 为了以防定位不准 我还是把平台再扩大一些 确保虚空到时候能站上去 都行都行 反正能尽快消灭boss的方法 我都举双脚支持的 OK搞定了 应该没啥问题了 出发寻找雨林咯 小师弟 离开火山后 这一路都是海洋 还挺难找到陆地的节奏 有海盗船咯 打不打呀 大哥 你这机星比我还差呀 上次咱们打过了 氧气背包都拿了好几个了 过了一个去 又是火山 看来得改变方向了 绕到绕到 大师兄 要不咱们兵分两路寻找吧 这样能提高找到的概率 好题 那你有多远归多远吧 哦不 说错了 那你自己重新找个方向寻找吧 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真想给你两个巴掌 算了 各有格局 等照过火山 咱们就分道扬镳了 小师弟 看来你是有点少把星体制呀 因为制裁跟你分开没多久 我就找到陆地了 大哥 我也找到陆地了 我严重怀疑你才是那个少把星体制的人 这边小鱼村和雨林都连在一起了 好家伙 就这样被你先找到雨林了 那你进去找找有没有神看吧 有的话 我在过去和你会合 因为我想在这里找到的这片陆地上兜一兜 说不定待会还能发现冰原地形了 随你咯 不过我估计你很快就得过来和我会合的 我现在准备骑上小飞鼠进入雨林了 以我的狗屎运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神看的 找到了也未必是真的 现在假神看很多的 呵呵 放心吧 你很快就会收到我找到真神看的消息 嘿嘿 这么显眼的神看 在右上角小地图都能看到了 哎呦 旁边还有沙漠 待会得去看看有没有绿洲 搞个帐篷来睡觉 因为咱们现在没有收集魔法棒了 就没有昼夜烟花可以度过黑夜了 只能靠睡觉了 老板有雨林神像哦 额头还没有相亲上雨林之眼的 是真神看哦 让你给特斯到了 我现在就过去和你会合 OKOK 你别太莫及了哈 赶紧的 我边收下这里的太金块 边等你